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在上面讲说 如果你是个经理 然后你环顾一下你所有的员工 然后你发现有一个人呢 正在噼里啪的敲键盘 对着电脑疯狂的点击滑鼠 然后你看 诶不对哦 那为什么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 这个人呢都躲在角落里面 他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悠哉悠哉的像蝸牛一样 然后后来呢 等到他回到座位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在工作 那你的第一个直觉会肯定的告诉你说 这个人一定很糟糕 他工作效率一定是最低的 一定是最懒惰的 然后呢 你要去 你要去看一下他的那个考基报表 结果你看说 诶不对哦 他居然是考基最好的 怎么可能 可是他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没要做 好像在懒偷懒一样 那你会惊讶的发现 很多的被管理人员定义为懒惰的程式设计师 他往往是部门的员工里面效率最高的 通过这个研究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 懒惰的直接结果就是 他们会上情发条去找到最简单 最有效的做事方法 通常是因为他们想要用最少的精力来完成工作 那努力工作的人呢 常常会懂得埋头苦干 因为他们必须投入所有的努力 才能够把工作做好 那那些看上去懒惰的员工啊 他们反而会去想出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用最可能最少的努力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然后这边讲到说 比尔盖茲曾经引用这句话说 我通常会分配懒惰的人去做艰难的工作 这是因为他的懒惰会促使他去寻找简单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看到这段文章的时候 突然想到我以前在卖mail server 邮件伺服器的时候 因为一家公司他们有200个员工 那机器换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200个电子邮件的账号 一旦换机器的时候 这台机器必须停摆 那200个员工都不能够收发电子邮件 那你想想看 整个几乎不能收发电子邮件 对公司来讲就不能上班了 很严重 所以我们都必须在两个钟头之内 甚至一个钟头之内就要把机器转换完成 然后把账号移转到新的主机去 结果我曾经到一家公司去 然后这一家公司的那个工程师呢 他就懒懒散散的 然后我就很急 我们现在停机了 我希望在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之内 赶快把它转换到新机去 然后他说等一下 你们怎么转换账号密码 我说哦就是 把你们旧机的那个账号密码档案 拿出来嘛 然后再汇到新的机器里面去 但是中间都会有一些小问题出现 然后要去调整一些某些账号 有点麻烦 然后他说 好那你等一下 他就开始在那边写程式 因为我那时候看不懂 他写那个程式语法是怎么做的 我就问他说 啊你在干嘛 赶快啊 我们要赶快换换机器 要赶快转移账号啊 他说你等一下 他说已经过了20分钟了哦 那我就很急啊 他说已经过了10分钟了哦 要不要要不要快一点 他说我快要完成了 然后他大概不到30分钟的时间 他写了一段程式码 然后写完之后 那段程式码呢 就把它 他用在我们的伺服器里面去 然后去 直接去抓那个 那个 旧的机器的账号密码 直接抓过去 然后 他花了三 不到30分钟的时间 写那段程式码 可是呢 他在转账号的那段时间 只花了一分钟而已 就直接就转过去了 所以 我那时候就发现说 他讲的这段文章啊 讲的刚好是我之前 遇到那个案例啊 你会发现 有些 有 有些方法啊 有些工具啊 有些软体啊 他就是用来 帮助你 解决那些 你过去曾经 要花很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以前没有汽车 那大家 要 比如说你 你从台北到高雄 你可能要走好几天 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有办法走到嘛 后来有汽车之后 你是不是很快就到达了 那现在有飞机 你就可以到国外去了 那现在有电脑啊 为什么 我要讲这个 这个跟网路行销 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你今天去一个社交场合 换了20张名片回来 可是你事实上 在那个社交场合里面 你真的有聊天的 人 有的朋友 你可能只有两三个 甚至可能只有一个 你是聊的比较投入 比较深入的 有比较 有办法彼此了解的 那你剩下那29个 其实是你当天去自 有纯粹换到的名片 那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 后续的工具 可以去跟你这些名片 交换来的名片 可以有比较热络的联系 如果你今天是专注在网路行销的话 不要觉得说去学这些工具 很浪费时间 其实你学这些网路行销工具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个案例一样 那个工程师 他花了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去写一段程式码 可是 他真正去执行那段程式码时间 只花一分钟 就解决掉我平常要花一两个小时的 转换密码账号的动作 那网路行销也是啊 如果你觉得说 哎呀这个工具好难学哦 我不想学了 那我还是去从操就业好了 还是到处去换名片 到处去去搜索 然后你用传统的方式去 比如说陌生开发 陌生拜访 那你其实浪费了一个很棒的工具 就是你可以利用网路 那去取代马路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利用网路去找到更多陌生的人 而且你还可以让 还可以找到这些陌生的精准的潜在客户名单 那你如果是陌生开发 的话一家家敲门这种陌生拜访的方式 其实你不如花时间去研究网路行销 然后你去研究怎么样在网路上去接触 比较精准的陌生客户 让他们去注意你 然后了解你在你的专场 然后了解你的产品 那你这样做的效益 其实真的会比 你到处去陌生拜访的效益 其实还要来得快